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時間鑑 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者是傳電郵給我們 最好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要財政券市務總監 郭師志 郭Sir 郭Sir 你好 你好 郭Sir 繼續解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位黃先生 他說現在有六成資金在手 想問現在部署的入市策略是怎樣 又可以買哪類型的股份 第一 如果資金在手想要賣 一定要賣傳統的股份 當然不知 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看市場有機會反彈上 18,500或者19,000 當然是恆指成份股上 策略應該是這樣 在中資銀行股方面 選一隻或者兩隻 如果這一分鐘選 我會選農行和建行 資源股方面 右價就跌了很多 相對來說 八五七和八八三的股值也下了不少 兩隻選一隻 你可以選八八三或八五七 選一隻石油股份 至於電煤股份 可以顯周煤 或者神華 或者中煤能源 但說股值那方面 我自己認為是顯周煤最便宜 進可攻退可守 至於香港銀行方面 匯豐、恆生、渣打 甚至中銀香港都可以考慮 如果四隻選一隻 我會選中銀香港 因為內地的門已經打開了 作為境外結算的主要銀行 中銀應該是最受惠 股價暫時來說 接近一年來的低位 如果不是市這一層跌下來的話 它一直都會站在二十元樓上 可以盡量買跌 這是說明中善的 中資銀行股 香港的我會選二三八八 內地的銀行股 選農行或建行 至於資源股方面 八五七或八八三 兩隻選一隻都無所謂 另外的資源股、電媒股 都可以考慮賣一些 暫時作第一輪部署入市 當然其他的主要南籌股 是否可以賣呢 實際上就是看日子數 暫時17,000多 實際上仍然處於自続市低位的形態 如果你的大市能夠斷定 甚至有後抽的話 長江這些都可以考慮 不用說股值亦相對比較低 至於和黃有97.4.5 這次一年來的高位 跌到現在的水平 已經足足三十多元 當然可以考慮 因為有些場外還有很多衍生工具 若非有些造單位衍生工具 在主導的話 主要南籌股就算要跌 也不應該跌得那麼深 況且基本因素不是逆轉得那麼重要 第一輪部署暫時來講 就是這樣決定 自己考慮 謝謝郭Sir 另外想和您看看內地的消息 有內地的傳媒報導 說到有100億的社保資金 會獲准入市 繼續維穩內地的股市 見到現在上證綜合指數 跌少了很多 只是跌5點 去到2437點 護深300指數跌9點 去到2676點 深證成指跌65點 去到10585點 如果這個消息確實的話 如果維穩在11國慶之前 股市有維穩的作用 港股又有沒有一個衝勁呢 A股如果斷定在2400左右的水平 其實當然有穩定的作用 實際上A股近期成交很低迷 少少的沽盤已經可以將指數下壓 同樣道理 如果社保基金有些買盤的話 也可以支持市道 稍為轉正受 作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但香港股市 我覺得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深受內地股市影響 和經濟的影響 但我們也要面對歐美等的因素 一天外圍因素還未明顯回穩 或者斷定或明朗之前 這是很難獨善其身的 所以最終要看美股 歐洲股市的走勢表現而定 以及美國經濟的數據 出來到底是怎樣 這一分鐘全部都是負面的 包括希臘的債務問題 沒完沒了 換句話來說 就算市有技術上的反彈 或者後抽 都是屬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 因為很多核心的問題 我說核心的問題 包括美國的經濟 包括歐洲的債務問題 都還是解決不了的 今天沒有事 不是代表下星期沒有事 所以市場的人士 都傾向於比較保守 尤其是基金 暫時來說面對龐大的熟貨潮 都需要持續沽貨套現 很難比你龐大的震撼沽額 買貨不要緊 你有中線部署 我不會反對 但資金要去向 作為短炒的人士 都行 沒有問題 不過走就要靈活 但面對一個裂口低開四百點 一個裂口低開有幾百點 你怎樣止蝕 有時真的止蝕都止蝕不到 最怕就是 一元買回來 第一開出來已經變成八戶子 你本來打算是九戶半酒 你怎樣九戶半酒 走都走不到 這個最難搞 大家要小心點 好 謝謝 這時間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你好這位觀眾 我買了4元 買了2778 但現在 可否沽貨離場 4元買的現價2.97 郭Sir今天又破底這個股份 沒辦法 Risk 你買得去 都是貪他的息率穩定 但市況持續下跌 或者有些基金 面對熟回 如果他早前來說 都持有相關股份 那些人要拿回錢 他當然要減遲 這個有甚麼辦法 還有多多少少 高台有些買了貨 買了六七隻 其他那些跌得多 當然不捨得沽 這隻冠軍產業跌得少 就沽這隻 形成了 也有零零碎碎的沽額 市盈裏估值方面 只有單位數字 不算是高 息率有七零 六零幾七零 其實如果你買去那一刻 你有一個中線心態 要來收息的話 你根本就不用理市場 因為市場的下跌 不是它的基本因素有變 是外圍因素而觸發 但反過來來說 如果你資金得一注 本來想買很穩陣的股份 但無來跌的話 你不想承擔風險太大 你也是減遲或者沽出去 這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這一分鐘來說 由於冠軍產業的價格 已經創了一年來的低位 加上一直走在十天線流下 技術上的表現 處於一個逐沉底的形態 市場如果暫時處於一個 反覆市低的格局 我相信每一隻股價的表現 都受到大使所累 這是沒有辦法的 但講基本因素 其實它真的不差 就看你願不願意中線持有 那它會否反彈幾毫子 會 當然會 市一斷定了 或者這樣說 比較正面的看法 人們不再那麼熟悉 一跌了那麼便宜 不想拿 反正放在那裡算數 基金經理也不需要 刻意或者大手去低價 再減持任何一隻股份 市場慢慢會斷定 亦都有一個既常的反彈 事實上我自己本人看 由於第一季跌 第二季跌 第三季跌 可能會有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都不頂 但這個報復性反彈 我都不敢太高 只不過就是 持有股份的基金 都希望粉飾一下 加上去到年底前 慣性來說 都會有少少勵聲的感覺 當然要看看 美債和歐債的問題 到底會否越演越烈 其實我看市場 現在這一分鐘 包含了很多複雜的因素 我總是覺得市場的下跌 只不過是一些外圍因素所主導 不是我們本身的因素 劇片所造成的 所以市場是否紅 其實指數的走勢 真是一個紅的影子 這不能爭辯 但經濟因素 我們本身不是那麼差的 如果可以拿的話 就先拿著 一個星期的高位 還是三個四條七 如果有任何反彈 去上三個三個四個 其實一點都不難的 不要忘記 剛剛公佈的通脹 我們有6%以上的通脹 那面對這麼高的通脹 就算我不買貨 那些錢放在銀行 沒有息的 你一直都是被通脹侵蝕 很無奈 是不是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了 謝謝你 另外郭Sir想和你看看 一隻強勢的股份 1299 有幫保險現間 升超過3% 去到22.3% 其實沒有破底 這隻股份是否跌足 這一浸由29.9% 跌到21.45% 其實比我想像中為多 那浸的下跌 很可能真的有些基金 面對一些贖 沒辦法 沽到最後 連有幫都按來不絕 都是要沽 但有幫本身的基本因素 不差 尤其是大部分業務 都是在亞太區 只不過是大市的畢竟 所以真的沒辦法 謝謝郭Sir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剛才講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種有持有 沒有的 謝謝 回到即場教導資 有問必答的環節 家庭觀眾 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熱線是28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來 給大家看